女生還為什麼是大驚小怪 下一個是什麼呢 聽到人家跟你說 阿姨 你好 你真的很厲害 真的沒辦法接受 這個超級難 我覺得超級難取悅跟分辨 因為像我 我的年紀 剛好看到很多的女生 比如說 我有一個鄰居阿姨 她的年紀就是阿姨 她幾歲 她剩兩個小孩嘛 但是 兩個小孩就是阿姨了嗎 妳兩個小孩嗎 我兩個小孩 但是比如我在工作場合 看到Merry姐 當然會叫Merry姐 但是比如說 她是心裡面是教她阿姨 沒有 其實 我覺得男生 她教你姐是說 基於社交的禮貌 但她心裡面認定你是阿姨 應該說 不會啦 阿姨姐 所以你認為阿姨就是社團小孩 就是阿姨嗎 以世俗的定義 對我來說的阿姨是 我懂 叫姐姐是代表你很正 對 但叫阿姨 你可能是阿姨 但我叫姐姐代表你很正 阿姨就是阿桑的意思 日文就是阿桑 你不知道要叫什麼 你不講話 我們也不會幫你當樣吧 但你不知道怎麼叫 而且我說有時候 女生還真的滿難伺候的 對 我都會真的覺得 女生真的沒辦法接受 就是被叫阿姨 因為我長這樣 我還會有被叫過阿姨 真的 姐姐 那個人大概多大 國中生 國中生叫阿姨 國中生叫妳阿姨可以 真的啦 國中生叫阿姨 妳幾歲零 28 然後國中生叫阿姨 我真的覺得不行 28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是 素顏在家的狀態 然後因為過年回去 然後就是其他的旁邊鄰居的小孩 然後就看到我就 而且是他的家人叫他說 說阿姨好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是真的嗎 就是我看起來已經像阿姨了嗎 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是復工之後 因為過年回來之後 我就那時候給化妝師化妝 我就問化妝師說 我就跟他分享了這個故事 我剛剛所被叫阿姨的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不會啊 你就去就是醫美 現在不是很流行嗎 就是打個音波 打個拉提 打個什麼 我就想說 蛤 要這麼麻煩喔 就是現在就已經要到 要做醫美的那個 保養的時候 對啊 保養的時候了嗎 這樣 然後他就說 如果我不想要就是 這樣子花大錢去做保養的話 不然就是每天按摩臉啊 然後後來 後來呢 我就看到有很多人 就是都有在用一個東西 他就是一個美容衣 而且他很方便 然後他就是像這樣子 都會把它放在我的小小的包包裡面 傳說中的 小法拉 他是一個很神奇的美容衣 然後他的名字就叫小法拉 不要看他這樣小小一個 他的功能很多 就是除了臉之外 他是全身 就是想要按摩 想要紓壓的地方 想要放鬆的地方 這個東西是我們節目的常客 而且他其實我覺得 優點是他外型非常地漂亮 因為其實我覺得 剛開始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 他的設計是義大利的設計 所以他的外型啊 每一個弧度 每一個點 都是有用途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美容衣 你能用的就是那個地方 但他沒有 他是整個都是可以用的 他呢是有兩點三面 就是他可以有兩個點 然後有三個面 我等一下會好好的跟大家 就是介紹一下他的那個 他的用途這樣 然後像我自己的話 就是在平常的時候 因為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就是眼睛會拋拋的 會水腫 會什麼的 我就會用他來 用他來就是幫助我消腫這樣 然後他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個最厲害的地方 是他有一個 這邊 這邊有一個太陽能的面板 會怎麼樣 因為其實這個 它是可以直接用這個 太陽能的面板 有光線的地方它就會充電 沒錯 就有光的地方它就有電 所以就不用像我們平常 因為三星用品其實很多了 哩哩哩哩的線超多 我們就不用再為了美容衣 帶一條線 就是它裡面 它是一個微電流的美容衣 然後它可以用 這個太陽能的面板 吸收微電流 幫我們先進 就是我們的膠原產生這樣 然後我就會像這樣子 就是用它 然後來用我們的臉 像這邊有360度的這個源頭 它是可以用眼周的地方 眼窩眼周 對 因為眼周有很多的穴道 而且其實很常眼睛疲勞 看太多 就是電視三星用品 眼周我就會像這樣子來用 然後這邊有一個S型的弧面 我們可以用身體 然後大U型的地方可以用臉頰 然後還有一個V型的最重要 就是可以用我們的輪廓線 下二線 對 下二線這邊 我先直接試給大家看 因為它其實剛剛有說到 它有微電流 因為其實像現在大家很流行 去醫美做一些音波 拉提 但這個微電流就有點類似 像我們去醫美做的那種音波的效果 對 但因為我其實比較敏感一點 所以我不太能做能量比較強的 像音波那一些我比較不行 所以我就直接就是用它 然後我在家裡的話就是 因為我臉比較乾 我會用那個就是保養品 先上在臉上 然後第一個 我會用這個360度的源頭 在眼睛這邊 就是眼睛其實有很多的穴道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在眼周就是稍微放鬆一下 這樣不會電電的嗎 它不會 不會麻麻的 它的微電流 其實是完全不會有那種電的感覺 它不會刺刺的 因為其實大家會擔心說 微電流是不是會讓你的皮膚 它不會 它就是微微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 它其實很舒服 所以不是很強的那種電感 對 我就會像這樣再加 然後就這樣提拉 然後這裡是我很喜歡的 它是可以用臉的 因為其實很常 女生到了一定的年紀 臉會開始鬆 會開始垮 這樣 對 所以我們就 那就是要被叫媽媽姨的時候 對 臉頰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一面 這一面是 它是一個就是U型 我會用它來推臉頰 就直接這樣往上推 對 像這樣 就是直接 因為它其實冰冰涼涼的 超級舒服的 對 我就會用它來把臉頰 往上提拉這樣 對 然後還會用下面這一個 這一個是一個V型的小V 這一個刮這裡 超級舒服 我就會用這樣 塞高一點 對 因為其實要上進要好看 你的臉的角度一定要就是有 所以有時候很容易跟脖子連成一線的時候 就要用它 就是稍微把這個方向稍微順一下 這樣 只要一分鐘 它就可以達到你花錢 去給人家做20分鐘的那種 18按摩的效果 其實是一樣的 在家無聊 可能追劇的時候 就會這樣推一推 可能20下30下 就會讓整個臉看起來更有氣色 你們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兩邊 有 差別還滿大的 有看一下 有耶 真的 左邊比較 而且你再一搞 你長得更像熊熊了 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這個360度的第一個 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就是這邊 它可以針對像穴道 有時候 肩膀很痠 要用的穴道按摩 或者是像有時候用太陽穴 等等的穴道 可以用這第二個點來按摩 三個面 剛剛有說到這兩個面 然後第三個面我就會用它 就是來用小腿 小腿也可以嗎 對 就是小腿有時候穿高跟血一整天 其實水腫會很痠 我會用它來推小腿 它的都是符合人體工水 就是跟身體跟臉都非常的服貼 然後它有時候像腋下淋巴線 也可以用它來推 因為它其實 我覺得推起來真的超舒服 因為其實這個上面會有一些乳液 它也很簡單 我們就直接用水 整支都可以水洗 就直接水洗完之後 它有附這個防塵袋 然後你就是直接裝進去之後 然後放到小包包裡面 就可以隨時隨地帶出門 超適合在身邊 它其實在官網的 品牌的官網 或是各大的購物平台 都可以購買 可以趕快把它放進小包包裡 一隻可以用全身就對了 真的 很方便 用了它 你就不用怕人家叫你阿姨了 對 很好 好 接下來再來看看 男生愛大驚小怪的事情 車子 為了車真的是會翻臉的 對不對 非常這樣 我有一任男朋友這個很瘋 他那個車也不是說很好的車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他永遠都不准 別人碰到他的車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爛車還不能碰 對 就很怪 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對他的車有點怪怪的 然後有一次他不是定牌停車嗎 然後有人就是路邊的人 叫他說可以先開走嗎 然後先開走 就是他可能有車要出來 他就敲他一下他的後照鏡 我坐伏駕那個男的瘋了 他把那個車子瘋了 想說 你剛才說我破壞到鏡 他才終於破壞到鏡 神經病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那個車是男人的第二生命 為什麼 那個一點點小刮痕 奇怪那個女人 自己的皺紋看了一清二楚 那車子的刮痕她就看不到 真的 看不到 我隨便一秒一下 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那怎麼有一條刮痕 有嗎 睜眼說瞎話 那麼你嫌到有嗎 猜她就沒有了 你們為什麼 不管是老花近視 看到車子的刮痕都看得很清楚 我跟你講 這就像是你們會看包 你們很懂這個 你的包不小心刮了一點 或是哪個鬚鬚不對了 或是那個線 車縫線還是車不對了 奇怪 你都看得出來 那我們也是一樣 好不好 所以不要觸碰 真的 而且潘老師洗車厲害了 他那個時候都在洗車 我是這樣子 我是因為對於車子方面 因為你也知道車子開出去 你就乾乾淨淨 舒舒服服的 那是因為我們本身愛乾淨 我正是因為這次過年回家 回台東 我今年是開了車回去 花蓮 台東這樣走 結果發現沿路下雨 這幾天都在下雨 好不容易到了花蓮 有大概半天的時間 是陰天沒有下雨 那我也沒有時候刻意 是叫你來跟我洗車 我們只是買了東西 他們在車上吃 我就自己把車開到加油站 加油的同時 我就順便把車洗一洗 那沿路這樣子 下下田田下 我就洗了五次 可是你不是在玩嗎 你幹嘛還在沿路去洗車 因為你洗完了 它又髒了 對 又髒了 那你老婆 我也覺得難過了 你老婆一定會唸對不對 她就一直唸 她就一直罵 她就一直唸 可是呢 你浪費你們在一起的時間 去洗車 可是沒有 我跟你講 我發現我洗車之前 我是會抓時間的 好比我們現在到了民宿之後 你們早上都睡到很晚 差不多九十點鐘才起來 我八點鐘起來 我可不可以先去洗車 你幹嘛要這麼累 我就喜歡 你喜歡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太瘋狂了 我把它弄得乾乾淨淨 你們初心做得不是也舒服嘛 很奇怪 羽毛你也是這樣子嗎 因為我覺得車子對男人來說 為什麼常說是 第二個家或是小老婆 因為她是唯一在我們下班後 或是遠離工作的壓力 還有老婆們或女朋友的唷叨的 那個唯一可以相處的空間 我相信很多男人在回家的時候 他不上樓 他可以在車子裡待個十五分鐘 十分鐘讓自己安靜下來 那個獨處的小空間 但女生不是 她們對車沒有概念 比如說她開門 或是踢車子 我每一次我先生載我 然後我關車門 他就要把窗子咬一下大火車 你可不可以輕一點 對 可以小力一點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用力 我說 我沒有用力 因為你如果 你不用也力氣車關不起來 女生下車好像都在生氣一樣 真的 我們要確定車門會關你 而且你知道現在車子很高科技 他會自己吸的 還會吸起來 所以你不用甩 你甩我 我先生也這樣子跟我講說 我說什麼 她自己會吸 我說我沒有看到她吸 好 我覺得這些都還OK 但我最在乎的是 我覺得女生在車子裡面 吃東西有分 吃東西我OK 但是很多女生很過分 像我有一個女朋友 她吃 在車子裡面吃她那邊 來 湯麵 紅豆湯 你會不會生氣 奇怪 我殺到什麼殺 如果藝術一點點 你知道整個車子 都會有那個油 紅桃 紅桃桃桃的那個 可是食物上車也會有食物的味道 你居然不吃也會有味道 對 那還OK 所以我剛剛說是 有些女生吃東西就算了 還吃湯湯水水的東西 湯麵 紅豆湯 我在那個小料包包裡面 放一個鹹酥雞 你開心嗎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 這很OK 我在裡面哭泣的包包裡面 放個臭豆腐 你OK嗎 以前潘老師曾經因為這樣子 做過多瘋狂的事 他說你不是在那個嗎 小鐘喔 郭姓藝人 裝包胎人 裝包胎人 然後就是 就是他不喜歡人家吃食物 不要說有味道 沒味道的食物 他都不能接受 然後上高速公路 他先拿漢堡 拿漢堡都有一些洋蔥味 在那邊吃 他吃完之後又吃柴葉蛋 一般我們就是說 麻煩一下 因為我不習慣在車裡面吃東西 我們大概會這樣委婉地講 潘老師霹靂手段 直接高速公路 我跟你講 我在 我是剛要上去的時候 在路間放他下車 還有一個人是 我在林口收費站放他下車 那個人叫小鐘 他在我身上吃泡麵 吃科學麵 他這樣 然後他就 他就一直在那邊笑 我說 你學得好笑 氣到我就直接 說不定這樣我就 又下車 老師沒有遭遇這個 你看 真的 真的 應該全演藝圈 每個人坐潘老師的車 都被請下車了 不是 因為 因為有習慣 還有一個習慣是 他女生 他把他腳拖鞋 放到你應該要上前面 這為什麼不行 然後這上面就會有一個印子 腳就是那個汗的印子 對 我覺得前面 所以潘老師 有一個外號叫做 就是李挪柵 李挪車 男生跟女生在意的點 真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多多彼此了解 這樣子我們才不會 為了這種小事情吵架 所以如果有一些老婆們 覺得說你先生在意的東西 你受不了你 你受不了他了 他是神經病 他不是神經病 因為男人都一樣 他們在意的東西都一樣 好啦 大家都包容 對 互相了解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